斯坦三先生听说你对中国的功夫特别感兴趣 是的,我非常喜欢 我想知道你觉得中国功夫和你所练的综合格斗有什么不同 我父亲是个很棒的拳击手 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教我打拳 你知道他也教我哥哥格斗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固定的风格或是功夫流派 据说斯坦三人还有一个执着的追求 说他就喜欢真打 他瞧不上这个CG 就是说要真正地玩功夫的 他可能也不想用那种所谓的维养 用钢丝钢子的 这东西就是说也是一个流派的问题 我想补充一句 我觉得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崇拜的 一个激励我的偶像就是李小龙 他拍过三个非常棒的电影 我们认为这是功夫电影经典中的经典 所以他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大英雄 我们绝对做不到 他在武术动作上的那种精准 那种体型和体力上的精准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尽力地去 让我们的功夫表现做得好一些 如果你跟李小龙年龄一样大 你觉得你们俩现在谁能打得过谁 没人能打得过李小龙 没人 开玩笑了 我似一张锅 战似一颗颂 不动不要走路中 走路一阵阵阵 南川河北队 少林武当工 开机把刘似一颗颜 可以世界的打得崖孩 不动不要左入中 走路一针锋 安全或北追 少女武当工 抬起把花莲欢唱 中华又生空 棍扫一大片 那个千条一条线 身心好自云中央 我们豪气冲云天 带练筋骨皮 那个泪泪一口气 甘荣命静不低头 我们心中有天地 三 二 二 二